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大千世界 細小又不起眼的火柴棒 烏克蘭工藝家卻用它作為模型的基本素材 除了能做出一件件精緻的模型外 還能變身成實物大小甚至可以彈奏的樂器 拿著手工自製的傳統樂器 樂團成員盡興地演奏出輕快的樂曲 現年29歲的烏克蘭工藝家森楚科夫 從就學時期就開始玩火柴棒 多年培養的嗜好讓他在今年用火柴棒 完成了十五件實物大小 可以真正彈奏的樂器 對於森楚科夫來說最大的挑戰 就是有些部分的元件需要一次做完定型 往往要花上超過十個小時不間斷的努力 並持著超長的耐心和毅力 讓森楚科夫的作品不斷地朝精緻多樣化邁進 未來森楚科夫希望能繼續增加樂器的數量 進而創下情世紀錄 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火柴棒樂器收藏 以及唯一的火柴棒樂隊